在五十年代初他曾經參加解放軍 一心一意要建設共產主義的中國 六年之後 和中國共產黨因了解而決裂 偷渡來了香港 過去五十多年 為了一份執著 他拒絕踏進故土半部 他是一個嚮往自由的人 他是一個有話直說的人 他從來不掩飾自己反共的立場 他現在是一位七十四歲的老人家 臉上總是笑眉眉 他是偽康 《中祖康》有一本書叫做《來生不做中國人》 《中祖康》 《天下第一好書》 《真的嗎?》 《不過你不夠徹底》 《根深我都不做中國人》 《全體失望》 起來反抗、起來抗議 全部都是最底層的人 是去抗議的 所有大區的子女都親切 全部都掌握全國所有的資產 他們說0.7%的人掌握了90%的資產 是形成了一批中產階級 有錢的階級 那些階級 非但不要求政治民主 所以更加投靠極權 起碼得到更多利益 你有沒有一些意見給他們? 你有沒有意見給他們? 你有沒有意見給他們? 他怎麼會聽你? 他回說當理是 他回說當理是 在陰謀上 推翻政權 反國家的勢力 他回說不會聽 三十多歲 我就不夠 已經超過平均壽命了 地上沒有東西 是令你值得眷戀的嗎? 你眷戀沒有用 你一定要去死 你將來生日 生日無名其妙 沒有病 很痛苦地死 我現在博一聲 我有一種藥壞的地方 下千分之一秒就可以死了 我周圍去問你 我最反感的 就是有些人叫我 你走一個鐘頭路 要做些運動 不要吃你 不要吃那樣 我問目的是什麼? 哎呀,長明一點 我目的是和你不一樣 我現在立刻死了 你有沒有種藥給我吃下去 我現在立刻可以死了 我沒有意見我馬上吞下去 我告訴你 你勸我這麼多東西 做什麼? 因為它是一種極權 我本身很喜歡自由 很嚮往過體 這樣一個人 這樣的思想體系 同共產黨的極權 思想體系 完全相反 沒有辦法不爭 這種水火不容一樣的道理 那時候還是要去變 沒有變壞 現在變成最壞的資本 因為國家都不是百姓 國家是極權統治者 東八成沒有關係 一定要有公義標準 有一個好處 我就是不用放下 我覺得沒有東西 我放下 你如果有東西 你就放下 我沒有東西 放下 將來也無所謂自己在哪裏 為何你不想 我就是要死亡 我就是要死亡 我最討厭 為何你想死亡 為何你想死亡 想死亡 所以最後 如果我說 你一生最大的執著 和堅持是什麼 我想堅持我們人要有個體自由 人應該生活在一個完全有個體自由的社會當中 個人的自由不應該受到任何影響 當然 這個個體自由的內容很複雜 不過不可以傷害他人 傷害他人 就不是個體自由 因為個體 尊重個體 我是個體 你也是個體 但是你死亡之後 你想要骨灰 我死亡之後 你死亡之後就離開了那麼多 我現在和翠蘭 翠蘭 遭遭一個荷蘭醫生 我嚇過說 你快點跟荷蘭醫生 打開肩膠道 有什麼不妥 我馬上飛去荷蘭 荷蘭又安樂死亡 安樂死亡 你以為一定要死亡 你何必受痛苦 死亡 高高興死亡 所以世界各個政府 不讓人安樂死亡 我真的覺得 回頭想不通你的問題 香港那幾十年 已經算是 我的自由完全不受人干擾 而且 大家都說我為所欲 當然也有一些限制 我也不會去傷害太太 剛才提到好因素的問題 就是放下 我不用放下 因為我沒有東西 其實人人都有一次 完全沒有東西的機會 人出生的時候完全沒有東西 但都忘記了 不記得出生的時候完全沒有東西 我比較幸運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走出來 又去護廚等於出生 又去護廚等於出生 又去護廚沒有東西 以後那些都是憤怒的 憤怒的東西 我有什麼放不放下 一個人要塵舊回去落 很難的 這個塵煩怒很容易的 我為何要塵煩怒 什麼事我都丟進來想 要去一杯水半杯 要一杯 要一杯 我要半杯 兩種想法 翔先生的題材沒有喊 我都鼓勵你了 你都寫完翔先生 因為完翔先生 我一幫你演我拍片 我寫南京要這把紅 你都吹不著我 一個字寫了 想寫沒用 要寫 我愛上水 寫著他沒有人看 寫沒上水 什麼叫科幻小說 我到現在還是去問自己 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那個人 那個派有標準 無論是什麼小說 始終要以小說為主 小說只分兩種 一種好看 一種不好看 我小說就是盡量 從好看的方面去發展 因為我是從很小很小的時候 看過中國的小說 看小說的經驗很豐富 我知道小說應該怎樣好看 但是我自己所謂自己看的讀寫 我自己都覺得不好看 我就不要了 一定要有很曲直的情節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進展 有很煽動的人物 而且一些人物的行為 都要根據他的性格來發展 我們的外星人出入地球 不患好意 這是普遍的規念 所有適合的科幻 都會破這個規定 但我後面原來覺得不是 我覺得外星人來到地球 一定是很可憐的 因為他來到這個溫算 白山的城市 我們去到一個白山的城市 我們都很傍傲 這個外星人來到地球 你就不覺得可憐 後面外星人在我附下 有很乖 他都來到地球 他都不露出真面目 我寫得出來 我都沒有力了 我始終覺得 我寫作的行為 是從體力和努力 給客人自修 不是順努力運動 不是想到 但是寫出來 現在如果寫 我們寫得出來 我收到這個 基於機器人做法 就有可能 機器人做法 不是機器人自己要做法 你還在地球人自修 你地球人 我所有人 全部委託機器人去修行 地球人越來越懶惰 越來越懶惰 越來越懶惰 越來越退化 越來越退化 肯定是用機器人 有無可忍 不一定他自己去修行 我覺得很奇怪 上帝 世界上那麼多人 每個人賭告 上帝都聽到 還得了 現在什麼出奇 現在所有 我們說過所有的電話 全部有機器人聽得到 如果機器人做法 不等於上帝 有地球人自己修行 其實這些已經有啟示了 世界上 現在已經有一種很奇怪的生物 所有的生物 生命的目的 都要延續生命 但是有一種生物 它的目的是 毀滅生命 顏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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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細胞是人在發生 發生 人死了 人死了 它沒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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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害死自己 就好像地球人 現在是海地球環境 我幾天以前出版的 舊書給我簽名 我都很感動 有些 搞笑的小朋友 都拿一本老媽 給我簽名 我說你看不明白 他說看得明白 他在那裡咬 他都發問我 你介紹一本我看得明白 我能不能去 我們小書 十歲以下十老 我看得明白 我沒有 我真的好薄氣 我覺得你打過多了 寫了 寫了 你想寫也沒有用 要寫 所以幻想小書的題材 是無限的 我都鼓勵你 你都寫幻想小書 因為幻想小書 可以不理任何批評 我寫冷氣 有隻白熊 你都吹不住我 有個電腦專家 看完我一篇 關於電腦小書之後 他說 你完全不懂電腦 我說是 但電腦回傳不是你寫的事 我說這就不對 如果電腦回傳 跟我寫的一樣 我便可以寫實小書 所有小書都是廣告 沒有報告 我寫得不對 你沒得報我 我喜歡你寫 寫 唯有推理小書 一定要根據道理來寫 不是不叫推理 推理小書最難寫 所有訓練 所以我快點都很辛苦 寧願不做廣告 我去做這些事 做給你 搞得漂亮的事 有幾多年 真是美心 那次蘋果貓 我又很意外 我什麼唱歌都不記得 公眾唱歌 直接說我 可能你都聞到居塞香 看完我 你真是客氣了 我一定聞到居塞香 我已經一半入了土 結果我不想聞到居塞香 土已經來到香港了 來香港了十年 英文的半句都很不捨 在美國去十幾年 就學了兩句 我兩句好有用 一句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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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這個問題 都可以用這兩句 我來回答過我 劉高艾的說話 哈哈哈哈 我想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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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們兩個如果走走走走走走走 真的好像會搬到旅行一樣 太成長了 真的 一次走回來 太好 我買了一張電動輪椅 她又不給我買 但你又不想坐輪椅 我想坐輪椅 我很想坐輪椅 這個輪椅 這樣可不可以逮捕工具 現在的電動輪椅 隨時在街邊幾個人 走路人見到 紛紛走避 那時候我在這裡 拐著拐著慢慢走 被後面的輪椅 幾乎撞到我了 哇 我看一看出來的肥婆 就能遇到威風百年 真是幾乎 最近期被人提到很多很多 因為它是預言到一個大城市的滅亡 沒有天災 沒有流行病 沒有什麼 但是一個大城市 從新龍河府變成一石變成死亡 我自己都認為這個是 寫在三十幾年前的這本書 可以說是一部語言小說 香港人看不明白這本書 到底指點什麼 香港人尤其是最近 發生這麼多事的香港人來看我 人家說看到會有回生的微笑 你覺得應該會有回生的悲哄 不要說 我給你理解 我來點理解